某数学老师计算学习 学期成绩的公式如下 六次评计考当中取比较好的三次的平均占40% 两次期中考各占15% 期末考占30% 某一个人平时成绩分别是 836487 7672 期中考是86跟78 期末考是92 那么请问他的学期成绩是多少呢 好,所以我们在六次的平时考当中选 比较好的三次 来,八十几的 再七十几的 好,所以他的平时成绩呢 83加87加76 去除以3 会等于多少 应该是78吧 哦,是82呢 好,所以平时成绩是82 好,来 这个82 占40% 其中考呢 各占15% 所以86的 15 78的也15 来,期末考的92呢 是30 那他的成绩呢 就是85分